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台灣主持人許曉雯 今天要跟大家來談經濟 這幾天七大工商團體舉辦了 臺灣經濟發展論壇 說要跟總統 也就是國家的領導人要來對談 因此這幾位的總統候選人 前幾天去了蔡英文 還有宋廚裕 二十九號要去的是朱立倫 那七大工商團體 要請他們來談下 到底臺灣的經濟 目前面倒的經濟困境 該怎麼走 有沒有辦法 你用什麼樣的策略 那臺灣的經濟有沒有辦法 把現在的經濟扭轉過來 那當然每一個人談 他不同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也要來看 因為臺灣談經濟 談經濟要轉型 那以前講很多 就是要拚經濟 就是要拚經濟 但是經濟該怎麼拚 拚的對不對方向 我們今天要請到我們在場學者 專家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首先我要來介紹 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 是清華大學社會所的 兼任教授洪才龍洪教授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是全國工業總會的副秘書長 蔡鴻明 蔡副秘書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第三位要介紹是台經院 幾期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孫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是資深媒體人 盧燕麗小姐 大家晚安 好我們先來看一個比試 來看看說到底對於我們的臺灣的經濟 未來的發展 雖然朱立倫二十九號才要上場 但是朱立倫在這段時間 他也推出了他所謂的產業 還有經濟政策 不管是三公四件 或者是投資臺灣的政策 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 這些總統候選人開的藥方 是不是臺灣所需要的 臺灣經濟狀況不佳 七大工商團體舉辦論壇 邀請三黨總統候選人提出政見 打頭陣的蔡英文拋出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的想法 現場不少企業家提出臺灣投資環境差 缺電缺水又缺工等問題 蔡英文強調未來如果當選 將在政府部門設置基礎建設小組 專責把關水電等重要生產要素分配 讓有限資源獲得最有效率的運用 另一方面清明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 面對能源政策 他強調在獲得充足替代能源前 不會輕言廢除核電廠 可是他堅決反對核四 因此電費調漲上 也要從電量電價方面研究 不能亂漲 昨天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提出投資臺灣七大政策 包含鼓勵優良台商返台投資 打造公平租稅環境 強化基礎設施 工業區更新活化 增加產業勞工供給 加速法規鬆綁及推動 市場開放有效吸引外資 面對臺灣陷入悶經濟 三黨總統候選人相繼提出財經政見 誰能獲得選民青睞 就待明年大選結果出爐 好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簡單的整理 我們要先來看看說 在這段期間 不管是在經濟發展論壇 或者是說 他本身的產業跟經濟政策上面 他們所提出來的三位候選人的 這些政策 我們來做一點比較 也看一下之後 我們就要請來賓 跟我們一起來加入討論 好的 我們要看的是 在朱立倫的部分 朱立倫的部分 他的三公是壯大科技實力 那另外呢 還包括了 就是要產業四點零 所謂的工業革命四點零 那臺灣自由競技島 那蔡英文的三個策略 就是連接未來 全球還有在地 宋楚瑜講得很簡單 他說二零三零年 要超越韓國 建立夥伴的政府 那要帶領廠商開拓市長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他們的另外一個經濟目標 朱立倫說要建立自由的品牌 在供應鏈 那進口代替也伸展到上游去 那確保供應鏈 同時要進行差異化的市場 歐美的跟其他地方要來分開 那蔡英文呢 他提出了五大創新 綠能亞洲矽谷 亞太生技 知惠機械國防科技 這些部分 那在宋楚瑜的部分呢 他說要推這個資訊 通信跟雲端科技 還有綠能環保 重點產業 高耗能的就滿足內需 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外銷 好了 我們就很快的看完了 這幾項 我首先要請教 這個洪老師 是 大家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說這幾個候選人 開的藥方是不是目前臺灣 他們所需要的 首先呢 我們看到這個蔡主席 她提到這個五大創新 研發產業 我在我的判斷裡面 目前其實是最適合臺灣 這樣就是說 整個經濟跟整個投資 動能不足 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說 最近整個出口 連九黑十黑 那臺灣接單 海外生產的比率 不停地在攀升 二零二零一零年 首度超過五成 然後在今年 已經到五成五 很快就到達六成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臺灣目前內部的 整個投資跟這個產業 整個升級跟轉型 是不足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臺灣資源有限 所以的確是要有一些 有些聚焦的一些產業 所以照看來 這個產業是 這五大產業是很適合的 另外是說 整個過去臺灣一直在強調出口 強調這個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 那在蔡主席的整個 這個經濟論述裡面 他其實強調是說 不只是說 從這個整個出口跟供給面 來看 更應該去看國內內需 所以不只是未來的這些產業 五大產業 還要看整個在地的連結 所以所謂的生活產業 包括像資安 長照等等 我想這些其實應該是比較符合 臺灣目前所需要的 好 那就是洪教授的看法 我不知道像工種 這方面 你們自己的看法怎麼樣 聽了兩位了 那也這段時間 朱立倫也已經端出的 他的一些產業跟經濟政策 也知道其實也差不多了 那基本上工業總會在這一次 會邀請三黨的候選人到舉辦 這個臺灣經濟發展論壇 其實我們這個從二零零八年的大選 就已經會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他的目的呢 其實是想瞭解總統候選人 他的治國理念 以及他要把臺灣帶到哪裡 特別是從產業界的角度來看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其實是臺灣整個國內投資環境 不斷惡化的一個趨勢 那除此之外 當我們看到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推動AMP 德國推動工業4.0 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2025 即使是南韓 也積極地在推動製造業再造的 一些新的政策 但是產業界卻看不到 我們的政府 對於臺灣產業未來的發展 提出一些比較積極 而且可以引導產業投資的一些方向 那這一次 我們從這兩場的這個會議裡面 其實可以看出來 包括朱主席他所提出來的三公事件 這些產業政策 從工種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只要能夠帶動臺灣的業者 引導臺灣的業者能夠創造新的投資機會 都是好的政策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的是 臺灣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推動非常多的政策 包括像這一次蔡主席所提出來的五大策略性產業 其實跟過去政府在推動包括 所謂的策略性新興產業 的這些概念 是相近的 包括這裡面所提到的智慧機械 就是現在政府在推的生產力4.0方案裡面 所謂的製造業的4.0方案 好 那如果說跟過去的政府所推的 是比如說是類似的 是接近的 那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過去在政府 他們在所謂的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 它的一個產值的一個吸取圖 我們來看看說到底政府在過去這幾年 推的這些新興產業是有效還是沒效 還是撒掉有成功還是沒成功 還是說其實是撒不走 我們先來看看這張圖卡 在生計醫療的部分 是根據除了文創是2013年的這個數據之外 其他都是2014就是去年 其實還蠻相近的 好 生計醫療是1609億 那醫療照護只有140億 文化創意是7856億 7856 觀光旅遊是7530億 綠色能源是4715億 那精緻農業是1365億 那電子零組件還有光電產業當然是比較多 一個是三兆多一個是兩兆多 那我也不知道說像政府如果按照這個數字來看 像這個數字來看 像孫主任您看就是就這個 到底我們過去的政府推的這個新興產業產值 到底是夠了嗎還是其實這個數字 理想中的還差得遠了 蔡富民市長說的話 其實我們的政府現在應該要摒棄這種新探式選秀的方式 為什麼我選的這個五個是對的 我這五個六個是對的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們行政院現在六大產業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蔡主席民進黨這邊其實也有幾個政策在延續的 生技也有 綠能也有 其實過去這幾年我們台灣選什麼 大概能夠投入的資源很有限 產出也很有限 反而企業跑得比你快 比如說我們看到最近這十年 全世界最大的不是挑什麼產業去發展 而是那個產業出來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知道它會發展 比如說阿里巴巴 比如說支付寶 這個台灣怎麼會想得出來 我們的政府怎麼去鼓勵這種產業 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Uber或者是一些分享經濟 所以它顛覆了我們日常生活 比如說你看到街上很多電器行 現在生意越來越差 因為他們被電商打敗了 電商是不是我們政府可以鼓勵的 或者是我們政府想要去扶植的 其實不是 所以這一次不管是民進黨的5 或者是國民黨的4 3 所以這次我稱呼他們的產業證明 叫543產業 國系沙嗎 對 543產業 一個是說五個 另外一個是三公四件 它都有數字 三公四件其實你不要覺得說 它沒有挑產業它就對 它其實那個思維還是製造業的思維 要進口替代 產業鏈 你它在想的 還是一個製造業的模式 所以這種543的 其實如果我們換一個方式想 兩位候選人最應該創新的 不是人家 是自己的政見 你最應該創新的是自己的政見 我說第一個要提到 第二個您剛剛提到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每個人都罵 報紙也罵 美國的Apple哪一張東西是在美國做 他們是美國研發全球生產 我們台灣是不是要走向歐美這樣子 一個途徑 我們只要掌握這個創意 掌握這個RD的來源 生產在哪邊 我們生產在哪邊 可能只賺三分之一 像三分之二的利潤 或者是外包由我來掌控 這個是台灣現在不要做到的 而不是製造 所以我應該要 對這兩黨的建議 我是說不要再以製造業為主 不要再用傳統產業那種 老梗543再搬到現在 第三個 我們現在也看到 為什麼這次大家對這個 感覺無感 去工種 或者去其他工種團體 我們聽了半天 其實第一天我就看了看 我就轉台 第二天看了半天 在講金國先生的一些政績 我又轉台 現在在等二十九號看 會不會我又第三天轉台 為什麼 你提點指標給大家聽一聽 也許633不是一個好指標 你講的會讓人家害怕 那麻煩你 你說我要做的 比過去馬政府做得更好 馬政府的政績 就放在那邊 他的經濟成長率 08年到15年是2.9 然後最近這三年是2.3 你只要說 我會做得比馬總統好 我定一個目標2.5 這樣就比他好了 2.5又很難嗎 或者是說 你告訴他我們的失業率 要比他更低 他的失業率平均4.5 你現在隨便做也比他好 所以這個指標不要害怕 你應該去講一些承諾出來 不要讓民眾覺得 我們每天在聽 這些東西感覺起來 跟我好像比較遙遠一點 比如說加薪 最近這八年平均加薪幅度 是每一年1% 你只要告訴他 我的經濟成長率是3% 我也希望我的加薪幅度 能夠接近到2.5到3 這樣可能民眾就會有感覺 而不是大家覺得 這個數字長跟我來說 都差得很遠 好 如果按照孫主任的說法 就是說恐怕就是 候選人的腦袋裡頭 對財經的這個看法裡面 腦袋恐怕還要先換一換 那其實如果按照這個來講 就是說 因為你看看他們推的這些 推的他們想做的嘛 因為已經講出來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跟得上時代嗎 講白點 跟得上現在目前的時代的脈動嗎 我想其實三位候選人 提出的一些產業政策 或財經政策 都有他們的一些想法跟用意 那坦白說 我覺得他們通通都有道理 為什麼 這不是華仲其中 而是因為台灣經濟 真的有夠懶 所以他們其實抓 一兩個明星產業來推動 或者是來認真執行的話 我想確實會有一番的成效 那台灣經濟到底有多懶呢 其實今天主委員很清楚 今天中研院公布了一個最新的 第四季的GDP 副委 我們連續兩季的經濟成長率是副委 請問我們政府 我們總統到底在幹什麼 好 今天不是要特別 還罵總統 因為事實上他也快下臺了 那我要講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就像剛剛主任講 不管是這個五四三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推動哪一些政策 或者說推動哪一些產業 我覺得對一般市井小民來說 大家其實最在乎是兩個議題 這兩個議題我覺得 如果下一任的總統 你能夠把我們解決完 我真的要跟你拍拍手 而且下一任我絕對 會投給你 大家最在乎是哪兩個 一個就是低薪 一個是高房價 那低薪的問題很有意思 我其實曾經嘗試花一段時間 去了解我們這個三黨的候選 針對低薪有什麼樣的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對於 當於就是可能這一任都還沒選上 所以對於這個比較長遠的一個 加薪的方案 比如說八年後或十年後 整個產業的轉型 他會帶動加薪 那是不是因為他們對於這個下一任 還不確定自己到底會不會選上 所以我覺得整個的提出來的證證 他是比較模糊式的 他是概念式的 他們有一個精準的一個執行方案 我舉例比如說 像這個朱立倫先生 他說他要成立一個什麼破心學院 追心學院對不對 那舉凡呢 你參加了這個學院 通過認證之後呢 那你就因此可以加薪 而且這個加薪幅度還不太低 可是對一般的 特別是社會新鮮人來說 他們想知道的是 你這個學院 究竟他跟產業界的結合是什麼 你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我參加這個學院之後 他真的因此可以得到認證嗎 那另外 對 另外我想講的是 目前我看到這個 蔡主席針對加薪的部分 其實他並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方案 他只有說 好啦 我們這個未來有一些產業 什麼工具機 精密技術等等 然後要結合農業 要結合長照設設 綠色產業等等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到底我明年後年 我有沒有機會 加到薪呢 好 那另外我談到 這個高房價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個房價 確實他有一個自然的 回歸到市場的一個力量 所以最近他的成交價 確實是很冷 但我想問的是 包括這個蔡主席 他也提到 要蓋很多很多的一個社會住宅 但是萬一到時候 真的去蓋了 會不會蓋到一半跟 臺北市遇到的問題 一模一樣 大家反彈 好啦 不蓋 或者是產生了一連串的問題 這些問題我覺得 他現在應該都可以去思考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的解決 所以我覺得民眾最在乎 是這兩大問題 如果我們下一任的總統 真的可以解決 這兩大問題的話 我覺得大家會很感謝他們 這民眾的感覺 恐怕跟工商企業團體們 跟領袖們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一個 就是這個 中研院公布今年的最新的成長率的 這個預測 很慘 來看這段閉西亞 日前公布十一月出口 依舊持續兩位數的衰退 年增率逗退爐為負16.9% 連續十個月負成長 創金融海嘯以來新低 重創國內經濟成長率 中研院公布2015年 GDP預測為0.75% 勉強維持正成長 而2016年GDP則為1.74% 比較起主計處 台經院等 預測值是所有本土智庫中最悲觀 11月的訂單跟出口的話 都不太好 國內投資也不好 很可能第四季的成長率也是負的 所以加起來的話 我們全年就是0.75% 今年GDP保益無望 明年經濟成長率也不會太好 因為國際油價下跌 台灣是石油產品出口國 損失慘重 加上美國升息 以美金計價的債務 將大幅提高 另外再加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 台灣出口表現 將持續受衝擊 產能過剩 還有他們的地方政府的債務 如果不能有效的解決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有所謂的 硬著陸的這個風險 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會受到傷害 那台灣當然也是一定會手蕩其衝 國際經濟情勢詭決 根據中研院預測 景氣好轉要等到明年第二季以後 台灣出口表現才會好轉 GDP才有機會擺脫谷底 由黑翻紅 記者黃六張國良台北報導 好已經到了年底了吧 年底就這麼幾天了 那中研院的中研院 應該算準了吧 這個預測應該是準了吧 未必是最準的 為什麼 我想我們這些智庫都只是一個概括 我們看到最近的出口的數字表現不好 或者是外銷訂單表現不好 尤其是到十一月都沒有轉機了 所以我們第三季本來就負的了 然後第四季很有可能也是負的 所以我們第一季是四 第二季是零點五 第三第四季大概是零成長 或者是負的 可能我們全年大概就在一上下排回 所以我們台積院是國內第一家智庫 告訴各位 今年不保一 明年不保二 那最近的預測大概也是跟我們慢慢的靠近 所以台灣的經濟其實是面臨的內憂外患 外面是國際整個需求疲弱 油價大跌 我想這個是重創台灣今年經濟 兩大致命傷 第二個我們台灣很像烤番薯一樣 先從外面冷 然後再冷到裡面 外需不好 台灣的內需也會冷掉 我們最近的內需也是這樣子 加上我們的陸客 去年陸客來了四百萬人 今年好像陸客沒有成長 今年我們的觀光客 雖然好像是破千萬 但是其實今年觀光客成長得非常有限 所以對台灣的經濟幫助也很有限 所以可能要等到 真的要向各家智庫預測的 可能要等到明年過年以後 你才有轉機的可能 我們現在還不一定說轉機 所以彭總裁是說他看到一道光 我們不曉得那是螢火蟲 還是隧道真的有出口 好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說 台灣的經濟要救 要救 要拚 要拚 那也談了很多年的台灣 這個產業轉型 經濟轉型 都講很久了 那為什麼這麼多年這些口號從沒有改變 拚經濟 產業轉型 這幾個字都在 我們都已經耳熟能詳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都已經 或許你也提出他們的 一個說算藥方好了 提出他們的藥方 那現在那個工種 工種這些工商團體也請他們來講 那到底這些藥方 是這些財經大佬們工商大佬們 所需要的嗎 來看這單字下 最近我們在談的應該有六缺一個 還是缺德 缺德這兩個字話說的真的很重 工種理事長許勝雄 對於現今的台灣投資環境感到相當不滿 因為多年來提出的問題 五個缺 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 一樣都沒解決 卻還多了一樣就是缺德 炮轟政治人物只為政黨利益 而媒體名嘴只有批判沒有建樹 因為我們現在有太多的衝突矛盾 如果我們大家都能夠肯定別人的貢獻 我們會產生大家的往前啟動的一個力量 我們大家未來應該更努力的來注重 把我們這個力量 工種感嘆不止景氣變差 連投資環境也一年不如一年 企業喊苦 不要只是每天在搞選舉 應該多關心經濟 多提出一些國家的重大政策 你未來當選總統以後 你要把台灣帶到哪個地方 我想這個是我們最關心的 工商界憂心不僅氣將持續擴散 因為根據工研院的產經趨勢中心 去年我國製造業產值為18.99兆 但今年預估產值為17.59兆 產值瞬間蒸發了1.4兆 年幀率三度下修 降為-7.36% 等於少掉半導體或光電 產業一個兆元的產業 讓人憂心製造業將陷入冰河期 我們看到了台灣的經濟困境 這是幾乎大概就是朝野大家都在講 也都說在拚 但是面對的緊急衰退 產業空洞化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這個是事實 那國內的投資跟消費不振 怎麼辦怎麼辦 其實剛剛所提到的 今天大家關心包括低薪高房價的問題 這個背後 也這個背後的因素也是產業界所關心的 為什麼低薪 這中間包括您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今天的海外接單的部分 其實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 甚至於有些產業高達百分之八十 那另外 我們台灣的房價高漲 背後隱含的是什麼 背後隱含的是我們的資金 沒有引導到產業的投資商 而大量的流到房地產 換句話說怎麼去幫台灣的產業去創造 投資機會去帶動投資的動能 這個其實是增加台灣的產值 甚至於提高台灣產品的附加價值 跟提升企業加薪能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您剛剛提到一點就是說 我們一天到晚在講產業升級 但是今天台灣的產業為什麼沒有辦法 如我們所願的做好升級 我這邊舉一個數字 經濟部曾經做一個調查 我們國內的製造業 有在從事R&D投資的 大概佔百分之六十二 換句話說有將近四成 他們是沒有能力做R&D投資 那為什麼沒有能力做R&D投資呢 他們的反應是 他們公司沒有R&D的人產 即使是有R&D投資的企業 他也同樣面對缺乏人才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 多數的產業都認為 在他們那個行業裡面 產品的生命周期變化的太寬 再加上來自於中國大陸 還有東南亞國家的競爭 讓他們在R&D的投資上面 其實是缺乏方向的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新的總統應該要做的是 怎麼去引導國內的產業 讓他全面的各個產業 只要你想創新 只要你想投資 都能夠找到投資機會 其實這個是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 可是換言之老實說 做生意這件事情 企業都比政府在行多了不是嗎 總是企業可以發現 哪裡是可以賺錢的 哪裡是這一行是可做的 這個事情可做的 那如果說其實企業已經看得 老實說企業一直都是走在 政府的前面 剛才就講的 你要Uber是政府來的嗎 也不是啊 這是民間大致出來 那我們又要回頭來問 那政府在什麼樣的事情上面 可以幫企業呢 企業已經走在政府前面了 那企業還需要政府 替他們做些什麼 我想企業 臺灣過去因為這個 國際地位的這個原因 這個長期被邊緣化 那我自己的研究是發現說 其實臺灣被邊緣化後遺症 最大的是公部門 就是說整個公部門的 整個法令規章 還有跟國際的整個連結 都相當的不足 所以整個現代化的經濟 包括這個創新或是高風險 這個年代 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角色 就是設計出一套法令規章 適合企業去發展的 然後我覺得臺灣在這方面 因為過去被邊緣化的原因 另外是公務部門也相當的封閉 我覺得這個也造成相當程度 對整個經濟發展造成一個困境 另外是說我剛剛我回應一下剛剛我們 幾位那個朋友的問題 剛剛那個孫子有提到說 這幾個後選人好像都沒有提到 明確的定例的數據 比如說二點五的經濟成長率等等 在我看來其實這個才是老梗 就是說因為現在整個經濟發展 現在看的不只是這個帳面上這個數據 你要去看他的整個品質 他的生產力 所以剛剛那個提到的薪資等等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你就更分配更公民的分配 然後人民的整個性物感更多等等 我想所以這才是重點 另外是說孫主任也有提到 就是說有提到這五大的產業 或是三公事件等等 的確這個你只看到這五大產業 就認定他是只有製造業 我想這可能有點大額化之 就是說其實他背後這五大產業 背後其實有隱含了很多服務業的整個支撐 所以這個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跨產業跨領域這樣的一個合作 所以已經不再只有製造業的思維 我想這邊必須再做一點澄清 我想這個整個加薪 最重要的還是整個台灣 整個這個生產力的整個提升 就是說台灣 我一開始講的海外生產 這整個投資跟動能 出口整個動能流失 我們想辦法如何去彌補 台灣這個過去二三十年來 大量的整個產業的外移 這個所留下來的這個空隙跟空缺 你怎麼去填補 你的整個新興產業怎麼去填補 還有我們的中小企業 怎麼站在重新恢復過去 上中下游 整個生產工業這個完整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個課題 我想我們未來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說 台灣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來投資投資投資 那我們也或許我要 我也想回頭過去請教一下 那幾大工商團體 這些工商大佬們 他們對於在台灣 如果再多一點投資 他們的看法如何呢 那其實對 如果希望說說 台灣能夠吸引外資吸引什麼來 那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台灣出生的這些企業家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碼在台灣呢 沒有錯 其實我記得前兩年政府曾經推過一個政策 叫做台商回台投資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背後 是因為整個大環境改變 您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企業他知道怎麼去應對環境的變化 其實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 我們的企業在面對環境變化的時候 那時候所採取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移轉到最便宜的生產基地去 但是呢 到了今天他們發現這些大陸 不管是大陸還是東南亞 他們的生產成本開始提高 所以其實今天有非常多的海外台商 他們會希望回到台灣來 投資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譬如說有一家這個做輪胎的廠商 他在大陸所生產的輪胎 也許一條只有五十塊美元 但是呢他回到台灣來 他可以生產四百塊美元的輪胎 那換句話說其實今天很多的業者 他們都在思考 如何在台灣做一些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 但是這裡面為什麼工業總會會去強調所謂的五缺 主要是因為有非常多的廠商 他們回到台灣來要投資 他們發現台灣的工業區的土地 夭壽貴 已經貴到他們沒有辦法去承擔 甚至於呢有很多的製程 他需要勞工也找不到工人 那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對一個新的領導人而言 他需要去做的是如何透過政策的整合 來整合各個部門的力量 對於台灣台灣所要扶持的產業 或者是新的經濟活動 不只是製造業 包括服務業的活動 應該要發揮執行力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講得很好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候選人都講出一套好政策 但是呢執行力其實常常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其實傅秘書長也提到了一個 其實台灣很多的法令或相關規定 其實是不缺的 但是是在這個執行部分 但是我們也回頭到燕莉你來看看 比如說像工總他們提出了這些需求 是台灣目前真的是最大的投資問題嗎 讓他們錢倒不下去嗎 你說我要錢放在這裡 要帶台灣發展 我真的是錢拿不出來嗎 其實就我知道的情況是 台灣其實真的有很多的台商 他們願意回台灣來投資 可是後來當他們回來之後 他們發現台灣其實有一些問題 是他們不能夠解決 他們也請政府來做一個協助 後來就發現說 似乎這個行政效率之緩慢 讓他們沒有辦法立刻在台灣 做更多的一些擴廠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就是說本地勞工 也有本地勞工的一些心態上面的問題 比如說像我之前也採訪過一家 這個高爾夫的球頭廠商 他就說他們要回台灣來擴廠 結果發現他們在招商的過程當中 特別是也招募一些新人才 那明明薪水給的也還不差 可是很多勞工他根本就不願來 因為他覺得這就是一個辛苦的工作 那更不要說前一陣子台積電 已經有反應過了 他們缺電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他們甚至希望自己能夠蓋一個電廠 但坦白說這又完全不符合相關的 一個法律的一個規定 所以為什麼當然這陣子 這個台積電他們去中國大陸 跟缺電其實也沒有畫上等號的一個關係 只能說確實缺電的問題 對於台積電他未來要提升他的一個國際產業上面的一個競爭力 坦白說是一個這個 蠻重要的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 所以像郭總這邊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什麼缺水缺電缺人才缺工等等 其實這些問題確實都實際上都有存在 那坦白說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是也是緩緩相後 為什麼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確實很多台商員回來 可是又找不到人 然後包括就是說政府其實可以更有行政效率 還有包括我們前面講的這個低薪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強調是環環相扣 因為呢 如果你不幫這些台灣本地的優秀的一些勞工 或者是這些員工加薪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說 反正海外有一些更好的一個工作機會 不管是去東協當中的越南 馬來西亞柬埔寨等等 他們覺得只要薪水變多 他們就願意出走 那出走的情況之下 會讓我們的產業越來越逐漸的空洞化 所以就算這三位總統候選 你開出再漂亮的支票 然後你告訴我們 你要發展生機業 你要發展工具基金 你要發展4.0 對一般民眾來說就是無感 你為什麼不想辦法幫我 我剛剛強調的加薪 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認識太多優秀的年輕人 現在都在想怎麼辦 我薪水就是這麼低 那我是不是我寧可去海外工作 可是如果真的全部人都出走的話 那台灣到底剩下什麼 我覺得這是我們總統候選 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西區圖號 我們到底台灣的經濟困境 面臨了哪一些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來看的 這些接單衰退 跟金融海嘯的時候差不多 那出口集中 中國韓香港 佔台灣的出口低位 比重將近四十趴 那還有儲蓄操額是都限制 但是投資不振 這個木字我就不練了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長期以來問題 轉型不順 有人說台灣這個是轉什麼 倒什麼 兩兆栓心 那個六大新型產業的成效衛章 那具有這國際...' 競爭力的產業比例介紹 孫楚原 你看真的是這樣 有的轉嗎 很多確實這樣 特別是轉型 我想我們今天很多都是專家 都轉型的專家 台灣現在這些檯面上的人物 或者檯面上面企業 其實都在一九八林年左右 就設立了 其實臺灣這二十年 在吃老闆 台積電 宏基 這些你知道的企業 大概都是在一九八零年 就設立了 所以人家大陸是講 馬雲 馬化騰 雷軍 我們這邊再講施政榮 張宗某 這邊隨便一個年紀加起來 比他們兩個 兩個還要大 企業的年紀感覺也比較大 所以我們臺灣最近這二十年 創新確實是不夠 那我們臺灣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九零年 一九九零年以後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或者是整個蘇聯的瓦解 讓美國這些外國的投資 或者是訂單 臺灣不斷地往這些 原來的共產國家湧去 所以臺灣第一個 不受外資的青睞 然後本地又因為工資的高漲 或者是成本的上升 本地的廠商也在出走 所以我們面臨是雙重的壓力 你現在看到這個只是果 那前面那個陰影 最近這二十年 已經不斷不斷地在形成 所以要去扭轉這種 國際的大投資趨勢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換言之 我們剛才提到了 這個譬如說需要勞工 需要勞工 但是企業又希望 如果說這個 就某個角度來講 其實當然希望是員工的薪水 越貧越好 但是比如像剛才燕妮講的 年輕人誰願意 大家投到台北 投到台北 有的還研究所 但是誰願意一直在 裡面領薪 這是這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或說其實低薪的產業 在臺灣 低薪請人的產業在臺灣 臺灣人不願意做 但是有沒有那些 真的有 可以讓人薪水好一點的產業 在臺灣出現 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服務業 其實剛剛我們一開始在講 製造業服務業裡面 其實有一些含金量是高的 比如說醫療產業 比如說教育產業 比如說金融業 這些產業在別的國家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拿來做生意的 但是在臺灣 我們有很多的法令 剛剛其實您提到了 還沒有提到服務業 我們 人家外商一直希望我們臺灣 能夠把這些產業能夠開放 讓它是能夠做生意的 而不是永遠當社會福利 救人命當然很重要 但是在某些部分 你應該讓它心力 但是我們的醫療 或者是我們的教育 感覺起來這方面 釋放的能量不夠大 我們臺灣既然在製造上面 已經慢慢的跟東協 或者是印度 那些產業 可能要往那個地方去 我們臺灣應該要去發展一些服務業 讓這些 你看新加坡香港 服務業占他們的比重是多少 臺灣製造業的能量 你要留下來一些 但是服務業 其實拓展的空間很有限 我剛剛提到的金融 教育 醫療 如果你今天能夠在醫療業上班 不一定也是醫生 你只要成功在醫療集團裡面工作 你的薪水可能都比你去工廠上班 第一個 可能媽媽聽起來 你在醫院工作 我覺得 醫生比較好嗎 對對對 比較討得到老婆 第二個薪水會高一點 其實我們對於一個產業 它是不是能夠提供高薪 有時候也不一定說 這個產業是屬於什麼產業 它就不能夠提供高薪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就是 其實臺灣 我所知道的我們的機能性的紡織品 其實是在全世界 是領先美國 領先日本 甚至於有的性能比德國還好 那所以你說紡織業 它做尼弄的 我認識一家企業 它每年加薪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現在主要的 這個運動產品 知名的品牌都需要 用臺灣的這些機能性的纖維也好 布也好 都必須要使用臺灣的產品 包括我們看今天全世界知名的 這些自行車 自行車本來也是一個傳統產業 但是它可以從它的材質上面去創新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今天 臺灣新的領導人應該去思考的是 怎麼樣提供每一個產業 它都有創新的機會 讓它可以由低附加價值變成高附加價值 那這樣到底政府能說什麼 這能做什麼 剛剛您有提到 其實今天政府該做的是 你要去了解廠商 它轉型升級的需求 各個產業都有它發展的方向 去提供它轉型升級所需要的技術 支持 我們過去曾經建議過政府 你應該幫臺灣每一個產業 去找一個所謂的專屬的顧問 我們今天所謂的顧問 所謂的產業升級服務團 它是一個團在那裡 今天政府應該做的是 每一個產業我都配一個技術專家在你這裡 去幫你去思考 你這個產業該怎麼走 我相信假以實至會有改變的 會可以提升附加價值 而這種提升的價值的方向的投資 又可以帶來就業機會 也可以提高我們年輕人的薪水 但是過去其實長久以來 在這二三十年 其實臺灣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都念電子念資訊 然後慢慢隨著這個廠都到中國 去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得要理向背景到中國去發展 那老師說 你現在讓國際上很多人 他一想到臺灣還是覺得 甚至包括現在可能候選人提的說 臺灣還是要成為一個科技島 但是現在在包括IT 展業 中國的半導體大軍壓境 錢多的真的是 真的是拿來扣的 用扣的 像這個部分 我們該怎麼辦 包括他們紅色供應鏈都要出 紅色供應鏈 2025年他要自己做 他們不見要你這些台廠 不要你這些台廠 甚至他可能要求人家產品 你就是要用我中國製的廠出的產品 你不可以用其他的 那怎麼辦呢 還在講IT嗎 那你做什麼 對其實這個也可以舉個故事啦 我剛剛不是提到台積電嗎 台積電說其實他們也沒有很想去 因為事實上他們現在的這個生產成本 在大陸其實還是貴的 那為什麼他這次要去 要去中國大陸設廠 最主要因素第一個 當然就是說客戶都去了 那你不能不去 然後第二個你的競爭對手都去了 你也不能不去 第三個南京市政府給了他們 非常大的租稅優惠 當然這個部分台積電是三間其口 他沒有詳細跟我們媒體說 他到底有多大的一個優惠 但是想當然了 一定是夠大的優惠 優惠到他覺得可以去cover掉 他原來比較高的那個生產成本 那事實上講到紅色供應鏈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非常的心有欺欺焉 因為我在產業界也算久 那我記得2007年那時候 我們還在節目上討論是什麼 中國大陸對我們好有興趣 他們鎖定三大產業要來詬病 半導體 面板跟LED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麼多年的一個發展 他們就是用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力量 不好意思 臺灣兩大產業已經被打趴了 面板跟LED已經被打趴了 那現在其實坦白說 我們半導體還是有某種程度的 一個競爭優勢 那只是說如果說這樣子一個 持續發展下去的話 臺灣的半導體到底 未來還能夠撐多久 張總統統長是說 面對紅色供應鏈他不怕 他認為至少有八到十年的 一個競爭優勢 可是其他的一個半導體的廠商 他可能規模沒有那麼大 那他沒有這麼完整的一個作戰經驗 他是不是會在這一波的 這個紅色供應鏈 崛起的過程當中 他因此就消失了 被淹滅了 或者是直接被合併了呢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這陣子也在討論的 就是說因為中國股市 就是之前是狂漲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的公司他的本益比就很高 隨隨便便就一百多倍 紫光那一道很奇怪的光 紫光本益比也有150倍 160倍 臺灣的細品 臺灣很多IC設計公司 本益比只剩下十倍 我們當年在跑新聞的時候 臺灣IC設計公司的本益比 是高達三四十倍 所以現在只剩十倍 你莫名其妙就可以被人家買走了 這是我們三四十年累積來的 豐富的一個經驗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投資環境不好 我們等於本益比被壓縮 所以人家隨隨便便用銀彈 就可以把你給淹死了 所以我覺得這很多環環相扣的一個問題 應該就是 不僅是我們總統候選人要去思考 我覺得也是大家一起要來努力的 我們剛剛說實在是 談了蠻多這個現象的問題 就是臺灣接待海外生產 或是說這個紅色供應鏈的這些現象 大家知道這個紅色供應鏈的整個這個 緣起就是說其實中國那邊 他因為很多高科技 半導體等等 他不想受制於美國 所以他有他國家安全的一個考慮 所以他整個要在高科技這塊 發展至於能夠有自主技術 跟發展這樣一個現象 那當然也包含不只是這個高科技 這個傳統產業 早就對臺灣人造成很大的威脅 所以照看這些都是一些現象 只不過最近因為這個中國國家的整個政策 跟他的龐大市場 佔了一個優勢 那臺灣加上臺灣的整個經濟的情況不好 所以讓這個現象更加的這個凸顯 其實我剛剛有談到這個 這個臺灣的製造業 其實臺灣的製造業其實整個生產率並不低 就是說我們去看 剛剛那個後面有提到的 這個紡織產業 我前不久有去那個彰化我的故鄉 那個社頭去參觀了我們那個整個成衣的這個製造 我們那邊看不到一個工人 應該是說只有現在管理的人在那邊看 他不是真的生產線的工人 就是說他其實連這個成衣 他就高度的這個自動化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臺灣的製造業其實本身還有相當的這個實力 那我們服務業的確是比較 比如說很多的比較低階的 進入門檻比較低的 我們整個很多法令規章 沒有把路開出來的 這部分其實在未來我們是要發展的 然後在我看來是說 我們談到這麼多現象 如果談去還要談現象 照我看來說實在的 臺灣未來的整個經濟發展 還是無解 所以我覺得 就是你要有一個整個策略性 戰略性的思維 除了剛剛那個大家提到的執行力之外 就是說你臺灣目前過去的 剛剛這邊數據所提到的 2015年的儲蓄率高達35% 那這個相對應的就是說 我們整個經常障 整個對外的整個出口的這個盈雨 占我們GDP高達10%以上 其實這是一體兩面 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我們過去真的做了太多東西 只是出口的這個思維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這個無論是五大這個產業的 這個研發的這個策略發展來看 或是說其他的整個生活的 整個產業來發展 重要是說你要從需求面去下手 就臺灣今天人民需要什麼 國際的整個市場需要什麼 從這需求面去下手 我覺得是比較健康 而不是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要站在供應鏈的哪個位置 我覺得那個是過去成功 但是目前其實是失敗的一個累積 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講就是說 候選人能不能對這個 我們臺灣這個國家 他的未來的中長期的發展提出 就算你有沒有高瞻遠足 你的站的位置勾不勾高 看得夠不夠犀利 那但是我們回頭談現象面 這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 我們先來再看一個PCR 宏達電的狀況真的還蠻不好 那因為整個宏達電過去都說 臺灣出口整排都要剋宏達電 現在 今天也常常聽 前陣子之前這個出口不好的時候 那個財經官員就說 那也是因為宏達電 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他是不是反映 還是反映一些臺灣電子業的心想 來看這段PCR 我非對宏達電非常有信心 我們這麼多年來呢 起起伏伏 大家也都經歷過 跟我們一起走過 我覺得這個創新品牌 本來就不容易 經營品牌真的不容易 三年多前 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 這期話猶言在惡 但如今宏達電面對的是 手機市貸率下滑 股價崩跌的窘境 第二季財報顯示 更虧損了80.3億 實在撐不住了 今年底前 全球將裁員15% 而且已經悄悄啟動 根據地方政府勞動局表示 宏達電桃園廠 以上報裁員人數約400人 新店總公司則要裁200人 而上海分公司裁500到600人 預估全球員工一口氣要裁掉 2250人 裁員消息一出 宏達電總公司就像笼罩在低氣壓 風聲鶴唳 關於裁員的部分 不知道都是你 基本怎麼樣 這個我不好意思 幫我上忙 廣連大廠中環也傳出官場 大砍145人 另外也有不少的中大型電子業者 則祭出無薪假 學者憂心 台灣產業偏重代工 加上資源過度集中單一產業 與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這是產業危機 其實是政府與企業 思考產業轉型的重要契機 比如說你去走向更下游的產業 或者是更多 我們還沒有去開發的這個產業 才能避免掉 從產業面開始 就受到這個景氣衰退的衝擊 也才能夠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學者指出 現階段台灣產業缺乏品牌 更缺乏國際行銷人才 只能以代工賺取微薄的毛利 墨守成規不轉型 未來只要一遇到不景氣 裁員無薪假只會繼續上演 好了 我們也一期也知道說 台灣我們剛剛也提的 就是產業轉型 還有創新經濟 可以說是台灣轉型的關鍵 但是他好像都知道 大家其實都知道 坐在在場一定知道 那我相信政府官員 是我們這些官員 還有參選的候選人一定知道 但是喊了十幾年 都沒有看到成效 三個候選人的產業證件 說白一點 某一部分是大同小異 都希望找到 替未來找到一條路 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那個如何提振信心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今天 你可以看數字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人人民的消費意願 都開始下降了 這表示對未來是沒有信心的 我們的企業也同樣是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新的領導人要有 要能夠展現出他克服解決問題的能力 包括我們看到台積電缺電 甚至於在中科的投資案 這個表示什麼 這表示我們的行政部門沒有辦法把一個重要的產業留在台灣 甚至我們今天說實話要轉型升級 但是呢還是面對了環境這個障礙 甚至於地方的抗議等等 那作為一個領導人 就應該要有能力去確定 這個產業是值得在台灣做的 要用權力去排除它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要展現出提振人民信心的能力 主任你也這麼認為嗎 還是你覺得 我覺得我不會只批判他們 我給他們三個建議 我目前看到三個趨勢 可能可以給大家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供給面的重整 你最近看到中國 他那個在開一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他們要減他們的庫存 減他們的產能 這個中國已經開始在做 因為過去這十年 全世界的一個大多頭 造成了石油產很多 黃金產很多 中國的過剩產能一堆 台灣有沒有過剩產能 台灣的過剩產能也很多 或許你剛剛講的手機廠 就是當初一個過剩產能 現在必須要經過重新的整併 在半導體在很多方面都看到 他們要兩三家合在一起 從很多家變很少家 這是一個產能合併 第二個主要國家歐美日 不會再被你看摔 他們這兩年的經濟 慢慢再變好 反而是你看好的新型經濟體 前幾年人家還講金磚四國 這金磚四國現在全部都下去了 所以未來這幾年 就這一任總統的四年任期 這個趨勢還不會改變 所以你現在正好是你 分散市場最好的機會 因為中國在往下走 歐美日在往上走 只是歐美日你要賣的東西 要不一樣 不是拿中國的東西 轉一個市場就可以賣給他 第三個 蔡委員剛剛這邊也提到了 我們剛剛講石化業 是一個環保的議題 全世界最近在簽一個巴黎河公約 環保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你光看中國北京那個PM2.5 他們是三位數的 我們台灣兩位數都受危險 他們兩百多 然後每個人出去都聞到 焦油味 玫瑰味 什麼菜的味道都會聞到 所以對中國來說 他也要減少過電產能 他有環保的壓力 我們台灣的政府 我們台灣的在講這些產業 在轉型的時候 把這三個趨勢考慮進去 或許可以給你更多的前瞻的觀點 而不是從台灣過去的歷史上 然後開始把這個舊梗翻新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不適合 我覺得時代在變 這些年 這十來年的整個產業的變化 是快的 包括 所以 如果說政府能夠 真的希望能夠幫產業界 做一點事的話 腦子裡頭該換些什麼 對 確實我想就是說 特別是面對這個國際競爭的 一個壓力 如果政府在行政上面 能夠更有效率 然後能夠給廠商 更多的一個協助 坦白說 我一直覺得 台灣的這個 不管是製造業也好 或者是服務業也好 我們都非常非常有競爭流 服務業 隨便舉個例子 我們去新加坡去 馬來西亞 你要點珍珠奶茶 你要去逼 不糖 三分糖 誰鳥你啊 在台灣呢 你要有什麼服務 我們每個都是非常好的 一個服務 對 台灣服務業 真的是競爭的 這個水準 真是一流 那更不要說製造業了 今天平安夜 我也來講一個小故事 2015年最紅的一個球鞋 就是編織鞋 所以當我看到 Nike財報的時候 嚇一大跳 它的營收只成長5% 可是它盡力成長23% 那個編織鞋 我也去買了 因為我非常非常好奇 賣這麼貴 它究竟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它一雙平均定價 是六千到八千塊 那號稱跑起來很輕 然後就是生青如燕 好 我們不是幫球鞋打廣告 重點是 我穿了之後 我去了解天啊 它的布是台灣做的 它的鞋帶台灣做的 它本來的整個組裝代工 就它的那個外面的代工 整個鞋子的代工 也是台灣做 但最近不好意思 被中國大陸的廠商 給搶走訂單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其實是 還在很多的初期的一些 部分的產業的競爭 我們是非常非常有優勢的 那只是說到後面 可能你會遇到一些 比如說別人來這個搶單 或是cost down的一個壓力 我想後端的問題是 很多企業他會遇到的 那只是說我們前面的競爭優勢在 政府怎麼樣給我們 創造更好的一些投資環境 讓外資願意來 有更多的一些就業機會 然後這就會產生我們剛剛講的 環環相扣的一個 可以有家信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讓年輕人 覺得有更好的一個信心 大家願意投資 願意消費 事實上我認識的高資產主 因為很多客戶是高資產主 這一波都不消費 也不投資股票 他們頂多去買一些 固定收益的一個產品 一年賺個四趴五趴 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沒有未來 所以就剛剛就像 剛剛傅密講的 如果說我們讓大家 更有信心的話 你願意消費 你願意投資 台灣的股票 投資台灣的基金 我想整體環環相扣之下 台灣的未來會更好 好 誰能夠帶領 台灣走出這樣一個 經濟的困局 那同樣的 我們說了 國家的中長期的發展策略 哪位候選人 他看到了嗎 那他看到了 說的帶著做了 說明民眾的信心 企業家信心就跟著出來 我想我在評判 這個不同的候選人 我覺得有一個標準 我想可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大家知道這邊很多寫稿的人 就是說 特別是跟公務部門打架到的 都有這種經驗 就是說我們還在一個字 一塊錢 一塊半的 那樣的一個 那種籌碼 那這個意涵了什麼 意涵是說 這個公務體系 他整個國家 對這個智慧太產權 整個重視不夠 是低估的 大家知道我們在談創新 談說要承擔更多的研發責任 等等 可是如果是整個國家社會 對整個智慧太產權的 整個是這樣低估 請問我們的創新從何來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個觀念上 包括未來的新政府 我們也期待 在這方面一定要大幅度 有些改變 那另外是說 這個 我們談了這麼多 我們談出口 我們很憂慮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應該談更多的 從內部 從這塊土地上做起 比如說 我們的海洋 海洋政策 我們那邊很多的資源 我們要如何去開發 我們的海域 我覺得我們長久以來 真的都忘記了 臺灣這個島上 旁邊的很多的環境跟資源 上天給我們很多的條件 陽光 風 還有整個地勒 我們都沒有好好去開發 然後我們整個還 環繞在這整個能源政策 在過去 並不是那麼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都造成 臺灣的整個經濟發展 很大的這個一個障礙 好 孫竹人 你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 這是一個產業 當然你不能要求它 無中生有 但是現在看產業跟怎麼走 他腦袋要勾心 對不對 我覺得不要去管產業 我產業 他們有他們自己做生意的模式 我覺得說生意的人 他們自己會小失落 你把那個環境做好 他每一年 那個外商的白皮書 每年就告訴你 這幾樣要改 這幾樣要改 我們肉大空障台 每次都告訴你 這個環保的問題 我們也看過這樣的會議 環保署就說 你這個問題 我們會帶回去研究 通常五六年沒有 他每一年的答案 都是一樣 我會再帶回去研究 有些問題是五六年沒有 然後這次研究 結果是這個署長 下次再換一個另外署長 我說我再帶回去研究 這些會議 你多開幾次 你就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情 我有點不太一樣的看法 當然我都會說 把法規環境做好之外 我覺得在這個新的時代的 整個經濟的 這個發展情況之下 政府的角色 我覺得相當程度 要扮演更積極 不是只有放任 在那邊把法規做好而已 我覺得不止 所以當然我們提到 整個策略性產業 我們也不是說 要過去扶不起的阿斗 把很多資源 挹注給他 結果到最後 他整個是沒有生產力 我想不是那種情況 那種情況 我們新的整個產業政策 思維 我覺得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那您覺得說 是要有大有為的政府嗎 還是 我覺得新的時代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越來越多的國家 用國家隊 在市場上競爭 那所以臺灣的國家隊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需要有好的策略 國家 他工總之間說要國家隊 但是您覺得說 其實你把這個管得越少越好 Uber是哪一個國家國家隊 阿里巴巴是他們政府扶持的國家隊嗎 沒有 那個情況之下 當然有網路 你只要說 有很大的市場做 可這十年 我們臺灣的整個經濟規模 我想應該要有另外一個思維 就算這個經濟學家 都還有不同的派別的 感謝各位觀眾們收看 我們加倍 基改食品到底安不安全 立法院通過校園禁吃基改 餐桌上還有多少食物 可能有基改秘密 豆干 豆漿 醬油 沙拉油 可能來自基改 基改 玉米可能變成糖漿 零食泡麵 牛菜 木瓜 鮭魚也有基改成分 基改食物大解密 如何靠自己吃出安全的三餐 週晚間八點南部開獎 為食安打官揭發 參桌上的基改真相 我們再見 這篇巨系迷遺的報導 最後證實都是記者瞎掰的 只有一個錯字是哪一個 彥曹國中的活卷犯 你有沒有懷疑哪一個是錯 你是中暑了是吧 一字千金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男人在天空 生死懸命那一秒 女人在地上 仰望千伴這一世 是晴空的萬丈雄心 是愛情的生死氣空 我們以一把青記憶那個年代生命 現在我們邀請您 以影像對談 看見史詩的憂愁與美麗 萬個高譚詩 周日早上10點 就在公視頻道 每周日晚上8點 公共電視13頻道 音樂萬萬歲3 讓我們 一 一起玩音樂